统颜 你 你为什么说我像煎饼啊 因为你长得像煎饼啊 行行行 开玩笑 开玩笑啊 开玩笑 统颜 你为什么跟我开玩笑啊 大墓苏王正等着你呢 你得赶紧去啊 去晚了他该走了 哦 快去吧 好 那我再去找找 你快去 哎呀 哎呀 哎 哎 统颜 我上哪儿去找啊 喝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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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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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here 出去了呢 合着在这儿猫着呢 吃饭了啊 没脸吃 好好的 有发什么异症呢 我现在才知道 达姆苏瓦送给我 那幅画的意思 他是告诉我 我没脸了 祖宗的基业 在我手上没了 我没脸了 没脸喽 同汉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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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脸了 我没脸了 她疯她的 你拉我干什么呀 我看的病 这是你给挑起来的 你不管谁管 我真是比苏三还冤呢 我 同意 阿尔赫信你 他现在都成这样了 你忍心不管 不是 你真要给阿尔赫治病 废话 这么着 她这病要去根 只有一个办法 有什么话你就说 乖乖熟熟的干嘛 山人妙计 不传六耳 我跟你说 她这个 非得这样 非得这样 如果你的办法可行 那个马车钱 就不用还我了 和这闹了半天 阿尔赫就值一辆马车钱 赵秋 我的东西呢 我的东西呢 什么东西啊 没看着我这忙着呢吗 是我祖上的盔甲 还给我 怪了 又没交给我保管 干嘛跑过来跟我要啊 笑儿 别闹了 童爷都告诉我了 昨天只有你进我的屋 童话这个王八蛋 他说有 你找他要去 笑儿 达姆苏王谈 二赫 你有完没完了 我 说话跟你说吧 你那个破烂 让我给烧了 什么 你说什么 让你给烧了 对啊 你 我就是想看看 在你眼里边 是我重要 还是那些破烂重要 你 赵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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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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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乌尔赫 乌尔赫 王爷你别笑 来 童话 大彪头 快来啊 什么事啊 瞅瞅瞅的 哎呦 这回玩大方了吧 这回 你快过来 别看着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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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呦 啊 啊 啊 香不香 真有点香 这个碧烟户 是乾隆皇帝 送给香妃的定情之物 你想啊 香妃她是一个女的 不耗碧烟 所以这个碧烟户里啊 从来就没装过碧烟 可是呢 她待在香妃的身上 时间久了 就自然而然地沾染上了 香妃身上的香气 是米酒不散 后来香妃死了 每当乾隆爷 想起香妃的时候 就靠这个碧烟户 她拿出来这么一闻呢 就好像香妃 还在自己身边一样啊 这些都是真的 有这个碧烟户 这事假不了啊 要你这么说 这是一件文物 当然了 要说她价值连城 这有点过 但是 要说她是传世珍宝 直个万八千大洋的 一点不含糊 你说的不错 我呀 也是看您留过样 有见识 要不然 我怎么能轻易地 把这宝贝拿出来呢 这都是缘分 怎么样 您要是真喜欢的话 我就只能忍痛割爱了 如果真是好东西的话 我当然很想要 只不过 我这儿好像也有一个 我这个 虽然不是乾隆皇帝送给香妃的 却是前朝的孝庄皇太后 留给康熙皇帝的遗物 年代久远自不必说 而且 意义非凡 你的这个 如果说是西式珍宝的话 那我的这个 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就像你说的 我们认识也是缘分 你们这些刘伟洋的 出去不学点好的 谁学会扯淡了 弹尺大了 卧尔克 雷尔帅 你放开我 你把我绑起来什么意思啊 你他娘都放开我 俄爷 得了病就得痒 否则越来越坏了 我没病 我好好的 你才有病呢 俄儿克 你别动 大夫来了 大夫来了 大夫 放开我 教爷的看一下 把她衣服解开 放开 好 修儿 你干什么 修我的 你不能这么丢我衣服 他一直这么狂躁吗 你他妈的太狂躁了 我得给他打一针 哥儿克 你别动 你他娘能给谁打 大夫 不用了 不用了 大夫 您看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 据我诊断 他是典型的妄想症 精神病的一种 大夫 什么是精神病啊 就是 修心风 你闭嘴 大夫 这个 好不好治啊 这个很难说 这种病 跟病人早期经历有关 比如说 他童年的时候 有没有受过 什么严重的刺激 当然 我也可以开些药 不过 仅仅只能安定 他的情绪 如果想彻底治愈 得从心理治疗 从心理治疗 那怎么治啊 就比如说 有没有什么 他特别重视的人 可以给他一些 情感上的安慰 都 都看我干什么 你眼睛大 我们给不了 大夫 您慢走 赵小姐 我医术不经 让您不安了 对不起 瞧您说的 您治病救人 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你那么难过 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如果有什么事 我能够做的 能让你 高兴起来的话 我很愿意效劳 我也没什么不高兴的 您多虑了 他又不是我什么人 我难过什么呀 那就好 您走好 那我走了 您刚才说 他不是您什么人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你跟他不是恋爱关系 什么 什么关系 你跟他 没什么 没什么 赵小姐 我想明天晚上 请您到广和楼看戏 不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您请我看戏 如果您不反对的话 明天晚上 我到这儿来接你 我可没答应 刚认识就看戏 哪跟哪儿啊 大表头 大表头 坐好 来 来 你身上的伤还没好 为什么那么着急回乡下 大表头 是 是 这么回事 我儿子 给我来信了 说是 现在日子过好了 想接我回去 想两天服 您看 我这岁数也大了 再有这病 干也干不动了 儿子有这心 您就成全我呗 要这么说 也是件好事 不过陈爷 您这走得太匆忙了 大伙都来不及准备呢 那准备啥 回头我跟大伙道个别就行了 对了 有件事我得求您 您说 您派辆马车 把我送回去 您看我这 陈爷 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 您就不把我当自己人了 没有没有 说实话 自打您来了以后啊 这镖局气象就不一样了 让人看着心里都热乎 我要不是 不说了不说了 我得跟大伙辞行去 等等 陈爷 启爷 柜上还有多少钱 三四百块吧 都给陈爷带上 使不得使不得 大镖头 我可不是为了钱财走的 我知道 陈爷 您就别推死了 这是镖局的规矩 您在这几十年了 这就算是 您的养老金 你看这是咋说的 我这不给镖局 添累赘了吗 没没没 您如果 到时候回家以后 有什么困难的话 随时请人带话回镖局 有我们在 好 好 就这么办好吗 陈爷 陈爷有儿子 是啊 他是这么说的 不对吧 我记得他说 他老家只有一个闺女啊 这哪儿来的儿子啊 我说陈爷 您就这么走了 太着急了 大伙还说准备捉酒席 给您送行呢 反正也是走了 不遭到您前了 您这话说的 可就不对了 听着让人心寒 可不能这样 能吃啊 你吃 吃吃 吃饱了好上路 吃吧 我说陈爷 您那么走 这大镖头 没给您表示表示 表示 有 给的太多了 大镖头 仁爷 要我说一诗 大镖头是个讲究人 您说您都有钱了 还回那行山沟干嘛呀 这北京城多好啊 老了 想家了 陈爷 您稍等啊 我吃完这就过来 吃吧 老人大镖头 老人大镖头啊 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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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爷 哎呀 大镖头啊 大镖头啊 什么都不要说了 您要是干不动了 咱们广顺镖局给您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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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克儿养老 太后老佛爷用过的 您有这福气 吃吧 吃了就好了 哎 哎 哎 我又没病 干嘛吃药啊 有没有病 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赶紧的甭废话 吃了 你爱吃不吃 我可告诉你啊 你这病要是不好 姓赵那小娘们 可就跟了别人了 他烧了我祖上的宝贝 从今往后 乔归乔路归路 他跟谁啊 不怪我事 呦 厄爷 够绝大 既然你什么都不在乎了 那有些事情 我也就用不着告诉你了 行 不用告诉我 这个是你说的啊 以后出了什么事 你可别怪我 出什么事 出事 那也是好事啊 什么好事 哎呀 你知道 现在 此时此刻 他在什么地方吗 他在什么地方 哎 他在什么地方 关我什么事啊 哎呦 兄弟 既然你什么都不在乎了 那我就更不用多虑了 我呀 不说了 哎 这大晚上的 他能去哪儿啊 哎呀 算了 我还是告诉你吧 谁让你我兄弟一场呢 我要不告诉你啊 你还不得闹腾一晚上 知道史大夫吗 他跟史大夫在广和楼听戏呢 哎我看看啊 哎呦 好像就是这时间 你看 没错 好戏刚刚开罗 我估计现在啊 俩人正看得正热乎着呢 不是 不可能啊 啊 他们刚刚认识一天啊 他 他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 人家有钱呢 又有学位 你说你有什么 是不是 哎呀 要换作是我 把你跟一个留学生摆在一块儿 让我选 那我连琢磨都不用琢磨呀 不是 哎 可是 那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啊 眼带间邪的 不是谈财就是好色 是不是什么好鸟 不是你说了算的 哎 我说你到底吃不吃药 你要不吃我可走了啊 没人愿意陪你 哎 真是啊 哎哎哎哎 同意 同意同意 着什么急呀 坐会儿 来来来来 来来 坐会儿 坐会儿 着什么急呀 哎呀 你说这良辰美景 我跟一个精神病人耗在一块儿 算怎么回事啊 不是同意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 咱俩谁跟谁啊 是吧 就算我真有病 那你更不能走了不是 哎 陶爷 哎 您说啊 赵秀 真跟那大夫 我这双眼睛 什么时候看错过人呢 呦 不是 那 那那你赶快想个办法 劝劝赵秀啊 哎呀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想讨的做老婆 别家 好歹 好歹大伙也朋友一场 你忍心眼睁睁看着赵秀 就去火坑啊 你认为那是火坑啊 那绝对是个大火坑啊 人家认为那是金窝银窝 嘿嘿 哎呀 嗯 我的意思啊 不是 我是说 就算他跟了别人 那 那他也不能跟个坏人不是 嗯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徒爷 你干嘛去 别走啊 回见吧您啊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您说 额颜能留 赵秀姑娘吗 戒 要说年龄 我没您大 要说智慧 说的谦虚点 我可堪比这个这个 前朝的左宗堂啊 您知道左宗堂吗 听人说过 哎呀 要说的张狂点 那我也只能是比这个 三国的这个这个 哎 孔明您知道吗 知道 比孔明了 啊 比孔明 那 您没赶上好时候 哎呦喂 可不是嘛 那可真叫 哎呀 才人不欲 顾金同凯啊 算了 甭说我了 我跟您说 要说别人我不了解 额尔赫 那我是太了解了 嗯 有道是 点将不如鸡将 您放心 用不了两天 肯定有好戏看 哦是吗 瞧好吧您呢 嘿 啊 我真不明白赵小姐 戏还没有开唱 为什么您那么着急要回家呢 嗯 我总觉得 心里不踏实 啊 那个罗一想 我心里就闹得我 像没了魂一样 可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你就当我是 精神病吧 哎 哎 赵小姐 啊 走吧 哎 赵姑娘回来了 啊 这么早就散戏了 啊 梅良芳今儿感冒了 没唱成 哦 那可真是可惜了啊 梅兰芳是谁啊 哎呦 我说齐爷 您好歹也是在北京城混了大半辈子了 啊 以后出门可别说认识我啊 梅兰芳您都不知道是谁 那可是黎园里的探话 现在是火遍了整个北京城啊 是吗 啊 不知道 得 哎 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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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以为我不知道 逗你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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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史大夫吗 我估计现在啊 俩人正看得正热乎着呢 啊 哎呀 要换作是我 把你跟一个留学生摆在一块让我选 那我连琢磨都不用琢磨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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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哟哟 哟哟 你这饭量挺好的 陈爷 您的那个腰伤 不是 怎么今天让你来收拾了 没事 那个谁呢 谁啊 那个赵 赵秀 有事出去了 出去了 跟谁出去了 我也没看着 可是我听见马车响了 应该是跟那大夫走了 他奶奶的 这个假洋鬼子 霸占我们的江山 还抢我们的女人 不行 不能让这可贵孙子得逞 我 我缺他奶奶的 这 陈爷刚答应不走了 你就来这一出 等大飙头回来 我该没法交代 我跟大飙头收好的 回来帮几天忙 再说 陈爷现在能做饭了 我还带这干吗 哎呀 陈爷他一个人 忙活不过来 再说了 额爷那儿 还得有人照顾 哎 你就再委屈一段日子吧 我又不是他什么人 凭什么老照顾他呀 不是 再说了 人家现在也不用我照顾 嘿 你看 童爷 你别说了 我已经想好了 我说啊 你真的要走 嗯 不对吧 你不会是 去找什么人吧 这事要让额爷知道了 我可担待不及 我爱找谁找谁 他管不着 嘿 你都听见了 管不着 管不着 难道你就不能再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吗 我来是告诉你我的决定 现在话说完了 我该走了 上 上 你给我回去 你算什么人 让我回去我就回去 你给我回去 请你把武器先放下 有什么事好商量好吗 你 让开 你罗公 要不死 我们要赶快 我们要赶快 这是 我们要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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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赶快 你们只能赶快 再赶快 你赶快 你说什么 他说你才是他的宝贝 闭嘴 住嘴 萧儿 你才是我的宝贝 我娶你 王爷能让我住两天王府就行了 我家虽比不上紫禁城 但也搁得下你 王爷 您懂得真多 这不是破庙吗 你的王府呢 你闭嘴 好 你就去做你大清朝的忠臣吧 二兄 你干嘛呢 我走 眼不见心不烦 省得看着你被打着个筛子 我可以向大夫所王发誓 我这真的 我 蜜蜜抽 月表达看着你 你和我一人要面子 你不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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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给你添麻烦了 您看您说的 您这么外道干什么 慢点啊 好好 你是跟师爷爷一起来的吗 谁是你师爷爷 嘿 就是师父的师父啊 我早就想见他了 我叫刘振武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彪 让我说马彪做徒弟 马魁的事在你心里 一直是耿耿于怀 我要你收马彪做徒弟 是为了解开你这块心结啊 师父 我听您的 当然事情也不会这么简单 毕竟是马魁死了 他的儿子 他的夫人的怨气 不会这么快就消除 所以我才让你收了马彪做徒弟 一旦成了师徒 就要以性命相交 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 你有这个胸襟吗 你有这个胸襟吗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彪 你把行一拳的八计 给我背一遍 触拳高举两肋空 绝力使来少虚空 逆猛便持 伤折快 胳膊直伸 无反弓 身无妆法 如干粒 将肌一跌一身空 怒疼气生血充脑 心智变动 不激情 你自己算一算 刚才你犯了几季 我犯了第二季和第五季 怒疼气生血中脑 心智变动不激情 这两季 你没犯吗 比武教义 罪记心浮气躁 自乱章法 必为对手所趁 平时我教你苦连战装 就是为了去除你心中的浮躁之气 你总是不以为然 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从现在开始 战装三个时辰 我到时候不许吃饭 是 战武 这九谣的第九节 说的什么 起谣是钻 落谣是藩 起谣是横 落谣是顺 起为横之始 钻为横之中 落为顺之始 藩为顺之中 起 钻 落 藩 四字里分清 你做到了吗 我刚 你刚才这一下随机应变 用的是不错 但是仓促使来 起钻落番 不得要领 一招得手 只是侥幸罢了 要是你以后遇到了高手 你这种花招 非但骗不了人 反而会自断退路 明白吗 嗯 我明白 刚才师兄 我教权的时候不许分辨 战招三个时辰 不许吃饭 是 五块大洋一个 买的 买这干什么 又不当吃又不当穿的 原的总统要当皇上了 民国也有皇上 那还叫民国吗 问得好啊 七 您能问出这种问题来 不比那些 读过书的人差 好了 别拿我打岔 你去警察厅 就为这事啊 主要是卖旗子 咱们这条街的店面 都得买 这准是贾克墓啊 出得花样 民国有没有皇上 算老百姓 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七爷 您今儿的话 都有水平啊 你别拿我开涮了 大表头啊 他这十块大洋 入宫账吗 算账上的吗 十块大洋 买个皇上 那是好事 什么好事 您看看咱们头上这块匾 还真的呀 咱们这匾可就成玉匾了 坏了 什么坏了 鹅野 老板娘您回来了 鹅野呢 在后院披柴呢 赶紧搁起来 千万别让鹅野看见 听说了没有 这用不了多久啊 这袁世凯可要当皇上了 他当了皇上 我那铁杆庄稼还能回来吗 别做梦了你 你也不想想袁世凯是什么人 二位爷 不说了 站住啊 鹅野 你鬼鬼祟祟的 手里拿的什么玩意儿 没 没什么 门口都幌子脏了 老板娘让洗洗 过来 过来 糊弄我 你这手里到底拿的什么玩意儿 拿来让我看看 阿尔赫 阿尔赫 我说福子 从哪儿捡那俩破棋啊 快扔了去 去去去 看来外边传的是真的 人是凯当皇上了 阿尔赫 阿尔赫 他可不能再闹了 阿尔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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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